我想现在美国对于台湾的问题 对它的农邦施压的越来越大 那一定要把这个口径都讲成一致的 对这个是外交上我想美国一定是施以极大压力 那尹锡悦本来就看出来 他对美国的抗压性是有问题的 再加上美国又要这次让他去这个美国 做国事访问 我想就是说一方面有威胁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些利诱放在后面 可是以韩国的国力来讲 他现在这种又跟俄罗斯交恶 又跟中国大陆叫板 这两个来讲的话 真的尹锡悦的整个的外交安全的布局 是有问题的 他会招致这个 他可能韩国那么为蒙其力 先受其害 因为最近这个中国大陆跟韩国的贸易 韩国已经是逆差了 而且韩国本身经济并不是很好 那他必须要考虑一下韩国是不是可以找到 像中国大陆市场这样一个替代性的市场 美国是不是能够提供他这么大的市场 那所以这些都是他比较现实的考量了 可是尹锡悦看起来他是比较重军事外交这些部分 那实际经济上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琢磨之处 那最近韩国的大厂商被美国人有很多不满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三星还有海力士 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受到美方的很大的压力 然后在美国的投资呢 三星在美国的投资呢 这次美国的晶片法案又对韩国厂商有所歧视 那韩国厂商是蛮有意见的 你知道韩国在电子业上面 他们这几个大厂 事实上在韩国经济里面扮演很密切的这些 那尹锡悦都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问题 因为最近这个有关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通胀 反通胀法里面对电动车的补贴 那么公布的名单里面 现代又被排在外面 那么他们认为现代汽车的电池 有中国大陆成分 所以用这个理由 就把现代汽车 电动车排除在 这个美国的所谓反通胀法案的这个补贴里面 一台车你的买者 你的这个购买人可以得到7500块钱美金的这个现金补贴 那这样子的话 韩国现代的电动车在美国就卖不动了 它没有什么优势了 而这里面特斯拉的车子 通通得到美国政府的这个补贴 那就让人觉得回来奇怪 特斯拉不是很多车都在美国 中国大陆做的吗 它的这个电池系统基本上也是跟这个 宁德时代是合作的 那怎么跟特斯拉可以拿到补贴 那现在都拿不到补贴 所以我觉得尹锡悦这个整个政策 那么它等于是不顾韩国的经济的代价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外交跟安全上 跟美国靠 可是靠的结果如果是让韩国更不安全的话 那就是拿着石头扎自己脚 我想原因是因为他们讲了太多时间了 最后都没兑现吧 对啊 从2021就开始讲了 时间也都过了也没兑现了 所以他们这个命令已经改了 就是说你不要讲这个时间了 这个我们现在马上就2024了 那这些讲2024是他怎么样自己这样撞墙吗 都没有兑现啊 你先看过去我们一年 美国这些学者专家司令退休将军 讲了多少次啊 2021202223242728的 讲下去的话就露线了 而且没有公信力 讲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讲这么多 其实我们在政府工作的 这个就是他有一个中央的一个政策 大家都来吵这个议题 把这个议题从没有的事 把它讲成是真的好像发生的 比如说这一次的G7 讲久了就成真了 讲久成真了 他G7他一定要台台海 对不对 现在叫韩国也讲 日本也讲 欧洲的盟友通通讲 怎么样 就硬是把一个没有的冲突 把它讲出来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策略 这是美国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这些 基本上 美国正在处心积虑的 要制造出一场两岸的冲突 那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 包括用嘴巴把这场冲突 讲成到时候讲成真的 都是其中的一环 这个台湾 蔡英文政府不计成本 什么武器都买 给她什么都要 即使不交货 钱也先给的这个名声 现在已经扬名国际了 美国都知道台湾 世界有个冤大头叫蔡英文 他现在 这个愿意出大钱 口袋里也很深 所以你给他什么武器 他都要 前阵子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战争贩子 叫奥布莱恩 他主张说 要给台湾 是100万支AK47步枪 最后获得蔡英文给予 颁发中华民国勋章 所以他这个蔡英文 现在挖名声可大了 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卖武器给他 他给你颁勋章 而且什么步枪 什么枪都要 所以这位候选人 他当然知道了 所以他就跟这个 美国步枪协会 步枪协会一次 可以赚64亿美金 是 何乐而不为 他拉到这个生意 所以他讲的时候 台下拼命胡赏 一片掌声啊 因为不但可以卖步枪 搞不好手枪也可以卖啊 因为呢 这个现在是 蔡英文给美国社会 给全世界的一个印象嘛 所以长短枪都输出台湾 那还给你颁勋章呢 搞不好下次这个候选人 又得了一个勋章 也说不定啊 所以呢 这就是台湾现在 美国人的心里面 要扮演什么角色 什么形象 不是照蔡英文 他们讲的这么美好 现在钱也给了 东西也没来 那他也不敢说 那最近说 我买了1700枚托式飞弹 你只要托式飞弹干嘛的 不是打飞机的 托式飞弹也不是打飞弹 托式飞弹是反坦克的 那又符合美国在台湾打地面战 乌克兰战争的地面战争 所以都照美国人的意思在办 对不对 要给100万支AK步枪 就可以拿到一个中华民国的奖章 那大家就争取了 所以介大使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用拿扫把 对啊 换成铸枪 对啊 这一点就是让苏贞昌先生 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嘛 就是说跟这个西方人打交道 你越凶 他越怕你 你对他越客气 他就越吃你 这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不对 你客气什么都好谈 那西方人不是 西方人就说你客气他认为你怕他 你客气他认为你想要求他 你凶了他就会反省说我有什么不对 对你跟他拍桌子他回去就反省 会说自反而好 有说不是不说 他就开始改变态度 我们倒是没有对冯德莱恩拍桌 但是呢大家还记得那一幕吗 就他一个人下了车 然后呢就一个人慢慢的走上了 往人民大会堂的那台阶 就是那一幕啦 对对对 他在机场也受到一些冷遇 然后他在这个会议的时候 中国大陆后来记者会说 就说这个习近平讲 你不要痴心妄想 这在中文来讲是很重的 所以我觉得冯德莱恩 基本上是怕了 他不想得罪中国 变成他一个是一个反中的一个 明显的标杆人物 这个在欧洲政坛对他不有利啊 他现在回去赶快洗白 他发觉他变成一个欧洲反中的 一个标杆性人物以后 以后人家避之为恐不及 这是很现实的 国际政治就两个字就现实 那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他是在中国摔了跟头 受了教训回去以后才改调子 如果他在那边大言不惨 还在那边东管西管的 中国大陆还给他礼遇 不当面驳斥的话 他今天不会讲这个话的啦 这个是绝对是受了教训以后 回去就改口了 不过欧洲我想大国基本立场是定了 对中国大陆不脱钩 尤其经贸上为什么啦 因为这个对他们实在是 无法承受的之损失啊 今天如果欧洲这几个大国 尤其德国没有中国市场的话 基本上他经济也差不多跨一半 这是很现实啊 所以你冯德莱恩还要在欧洲政坛会 你还要做欧 你要德国的政治人物的话 你如果变成反中的标杆人物的话 那对不起 德国的厂 德国的整个产业界 不会支持你的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要改口 而且呢 他在大陆 这些欧洲人是蛮虚伪的 他不会说他觉得受到你这个屈辱 他也不会显现出来 他反而不要人家注意他 可是心里对他的改变是很大的 冲击 冲击是很大 我跟你讲这个改口 完全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他玩硬的 他就变软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次去巴西 委内瑞拉 这个古巴 跟这个尼加拉瓜 那基本上都是比较中间 都是偏左的这个政权 也都被美国修理过蛮惨的 对 美国要不然就直接入侵 就要不然就是颠覆 像尼加拉瓜的话 这个商定政权 跟美国人 美国之势力打了几十年的内战 然后这个委内瑞拉 整个经济被美国公然封锁 这个制裁 让你石油卖不出去 另外呢 美国长期支持这个 这个委内瑞拉 参加总统选举败选的那位候选人 然后不承认胜选的总统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吃足 美国的苦头的 你光鲁拉 鲁拉他下 那做完两任总统卸任以后 因为他的接班人 还是走比较偏左路线 美国靠一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洗车行动 这个很有名的洗车行动 以反贪污的这个罪名 把努拉也关了两年 最后因为是最高法院 还他清牌 他才能够再出来选举 所以这些国家 都被美国恶整过了 侵略或者颠覆 或者直接要把你弄到监狱里面 所以他们当然跟 跟这个俄罗斯是什么 天然盟友 都希望结合起来这样 对美国主导的这个霸权 美国这个霸权 做一点反制 所以他去韦瑞瑞拉 谈了很多东西 很多很清楚 怎么样去美元化 怎么样去多极 把这个世界的格局 变成多极化 怎么样来抗拒美国的霸权 都是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美国不是反应很强烈吗 尤其他到拉夫罗夫 第一站在巴西的时候 巴西用军礼欢迎他 美国人居然说 你们巴西忘恩负义 你选举的时候 我还支持你呢 美国意思说我支持你 就是我没颠覆你的意思 已经很给面子了 所以美国这一趟 对拉夫罗夫这一趟很有意见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 节目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